云端上其实都有 包含就是从单位、主别、升等 一直到底下的名次 其实上面都有 那接下来的话 我要把刚刚做的总共有几个栏位呢 总共会有这三个 3加7个栏位 如果今天希望把这7个栏位 快速的变成两个按钮好了 也许啦 假设我们做个练习 这个练习也蛮常会在工作上遇到 就是我今天希望 以后下一次做 因为每天经常性都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那我其实 除了用录制聚集完成之外 我是建议你还是用VBA 因为我觉得VBA的弹性相对比较大 而且产生的程式 基本上也比较简洁 聚集录下来的东西其实阿里拉扎的一大堆 OK 所以哦 那只是说要怎么样快速的写完 我们这样的需求 第一个当然有没有清楚 OK 第二个的话呢 再把考评加上去 OK 类似像这样 那第三步啦 待会就是要再把住专的这个程式转移到其他三个工作表 最后切回来 那这样该怎么做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阶段 VBA的部分 那怎么样可以做这个输出啦 这个输出的方法跟前面讲过的其实也大同小异 OK 如果你前面东西假如熟练的话 你这个应该就没问题 首先第一个也是跑一个回圈 OK 那我们先做清除好了 那清除基本上是forI等于第三列到最下面列 那最下面列啦 当然我前面讲过 现在是40 forI等于3到40 不过呢 如果今天我跟我是用这个住专这个工作表是OK 可是如果我假设后面我希望用在领主的这个工作表就不OK了 OK那怎么办呢 这个切记一定要用追踪的 那怎么样把它改成追踪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程式我们先来看一下 清除啦 清除基本上就B D E KL M OK 所以呢我们的写法第一个 先插入一个模组 这前面讲 第二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增加一个sub sub sub名称的话呢 也许叫什么 叫清除 Enter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Enter完之后的话呢 再到里面写一个forI等于第三列 到40 40列 OK 我们先不用向下追踪好了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 BD BD KLMN OK 自己啦 所以其实这个也蛮好记的 Saleside的B栏 等于 这个什么啦 等于没有东西 那其实就清楚啦 当然呢 这个方式的话它有个缺点 就是说呢 它跑的效力其实还蛮差的 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一个慢慢去清除 所以我执行给各位看 清除 执行 那它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它就是 把这个有没有一个一个清 那它就是先清BD 1 1 然后KLMN 然后一直往下 直到第40列为止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要把公式再丢回去的话 那基本上呢 我就把刚刚写好的这些公式呢 一样哦 把它复制 这个上面的公式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的 这个清除的后面 其实就是这个烤评 其实就是把上面的清除 贴下来之后 后面的话 其实只是把刚刚的公式贴过来 就是这一串贴过来 那贴过来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哦 它原来是A3嘛 当然呢 你如果直接输出 变成每个都针对A3 不对啊 那下一个应该变A4 所以哦 其实你可以这样点 诶 有没有往下点 诶 它变A4了 往下点变A5了 那我就知道说 这里 要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I 那把它变成I的方式 前面都有讲过 双文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再把AND的控 好 好 那其他的话 一样的方法 就是 D欄一样 这个我就不赘述了 E欄 然后 反正呢 你只要看到呢 这个贴过来的公式里面 假如 会是需要变动的那个 你就加一个I就可以了 然后 然后再来 L M N OK 那应该 就分别把它完 就把它贴上之后的话 再去把它执行 键两个按钮 执行 清除 先把它清掉 清除完之后的话呢 一样 我们就是再把它输出 OK 那你会发现呢 它 它 就会 把刚刚做的事情 重新再帮我把它恢复了 不过 目前的话 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那目前只能针对 筑川啊 我可不可以 把刚刚的公司 直接就带到领主呢 其实应该是可行的哦 只是说呢 我们有个地方呢 应该有两个地方需要修改 哪两个地方呢 第一个 我们刚刚的那个列数是3到40 可是问题哦 你如果用3到40的话呢 用在领主里面 假设我现在切过来 这边是没有按钮 我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执行这个好了 其实它能不能弄 它是可以弄的 而且有弄出 资料出来 但是问题来了 它只跑到第40列 后面没跑了 诶 那不对啊 所以哦 这个地方的话呢 假如说你希望每个工作表 都能够用的话 那第一个 你需要把这个40 改成向下追踪的 这个第一个点 那当然同样的方法 这个如果OK的话 其实可以把它复制贴 因为这边有一个 两个嘛 那还有一个地方 还有这个 就是呢 用rank.eq 或rank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不能说呢 你就是范围 就是只能到40 这个数字呢 应该是跟着什么 跟着上面这个数字 一样做变动 所以怎么办 三个地方 那变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1 这个好像前面讲过了 有点像那个向下追踪 游标放在A3 Ctrl向下 告诉我目前所在的列 丢回来 所以呢 我们写的方法 游标放在A3 用rank 然后这边给A3 向下追踪的话 点end 打个e就可以了 向下的话呢 就刮弧 end刮弧 然后呢 选择xl down 这样子的话呢 还会有点像Ctrl向下 那如果你要取得现在所在的列 的值的话 前面讲过点弱 OK 这样就 变成是可以变动的 OK 然后呢 把这个复制一下 贴到这边的40 另外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 你也可以怎么 直接把刚刚那个东西 放到这个40的位置 不过 可能比较容易出错 所以我建议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多一个变数 什么变数呢 请你在这个n 这一行的上面 多增加一个变数就r 好了 r等于刚刚的这个东西 OK 101 然后再把这个r 怎么样 放到这个40的位置 那怎么放 其实跟放i一样 算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两个 移到中间 加个r 然后呢 end把它控开 这样子 就 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当然 程式用来用去 有点比较复杂 但其实上 你会发现很多地方 都是相通的 就是把这个得到的101 放在r 然后再把这个101 r里面的值呢 再放到这个位置 跟m做串接 OK 好 那做完之后 我们来看 清楚的话应该 这个可能会 牵比较久 因为它等于101 那输出的话 刚刚没OK 那现在没OK 输出你会发现 刚刚只会跑到第40 就停下来了 那现在的话 你会发现 没问题 那如果办事员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清楚OK 那考评的话 好不OK 其实你会发现 目前的话 好像65 OK 也就是说 如果我刚刚改了 1 2 3 OK 三个地方呢 改完之后的话呢 那四个工作表 就通通可以用了 OK 所以特别之后 向下追踪这个部分 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但是呢 最后还有一点 如果啦 因为目前当然 如果假设 你把这两个按钮 按Ctrl 键 C 如果直接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它们每一个的右边 其实你会发现 都可以walk 也就是说呢 你贴到另外三个工作表 它一样可以让你去run 可是其实啦 当然 你如果说 切过去按一下 切过去按一下 其实倒也 不是办事员好了 倒也不是很麻烦 可是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有没有清楚 我如果今天希望 我不要每个工作表 都要按一下 就是个别去按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干脆 就在住专里面 帮我做两个按钮 那这两个按钮 就按它 考评的话 就是做完住专之后 自动跳到 下一工作表 把领主也做完了 再跳到办事员 再把办事员做完 住专做完 然后再跳回在住专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这个我想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写完的程式 基本上 各位可以参考 在云端白板上面 的第三页的地方 就这个啦 基本上这个前面都有写过 就是清除部分 然后 不过这个我放在云端上面的程式 它不是 它不会自动向下追踪 所以我有改了 这个是第一个 可能就是 把这个40 第一个 这个改 第二个 这个改 第三个的话 是这个 这个40 那请各位试试看 要向下追踪 这个还蛮重要 待会我们再来看 自动切换不同功能 这个更重要 因为如果说你想 想要大量的 做这个 多工作表的处理的话 那这个 自动切换到别的工作表 这个绝对要 要学会啦 OK 画面呢 还给大家 我来试试看